這個已經是腦大難問題了 是吧? 本來都不知道有什麼好說 但是每個人都還在說 香港經濟 其實不止張宇人的 早那陣子而已 早幾天而已 是吧?上個禮拜還是怎麼樣? 至少田北辰都說 接受訪問說他想幫這個零售業 說跟政府說 他是做這些賣衣服的那些 是吧? 死亡了 他提議政府擔保 叫那些店的租金 我想很快 因為早兩年借了一些錢給他們補貼了他們的租金 就是叫疫情期間 叫那些店就熬下去了 近來我想紛紛到期了 是吧? 你問這些建制的人 剛才你說張宇人 我也不知道他做什麼 是吧? 他都試過出來說 又說不行了 不好了 現在主要是香港人全部湧上去嘛 那你 我不是很肯定香港是不是很好的經濟 因為如果好 那些人找到錢 就應該留在香港 用街勢 現在全部都上去呢 可能也都只不過是 就是想說找一些 便宜一些的消費而已 我們就見了 重陽節 迫爆了 是吧? 搞到裏面那些小紅書 說香港人不要太離譜了 是吧? 就是跟他十年前 大陸人下來買禮物 搞到他們開始不開心了 這樣就最好了 其實 是吧?你問我 我覺得沒什麼意思的 就是香港人自己都不顧香港 走了上去 那香港的那些官員呢 說了很久了 你只是想辦法 叫香港人留在香港 是吧? 就是當然你 不外乎就是有些好的東西給他 讓商界可以做一些生意 是吧? 你都不是叫要一些貴客下來 那你最少香港的窮客不要走上去消費嘛 現在你見最大的問題 因為上面便宜 那通常真是窮的人才 是吧? 難道你在中環 哎 政府官員好 什麼東西好 你都會貪吃餐飯便宜一些 州居輪到手上去 但是你窮人可能一至五都是沒得消費 是吧? 可能都是吃這個最便宜的茶餐廳 到周末周日了 就湧上去了 所以因此 是吧? 就是你問我呢 我在市面觀察呢 其實基層那些消費呢 平日是沒什麼大分別的 就是還是很多香港人的 因為他要在那裡吃東西嘛 但是真是消費了 就上去消費 就變了 好像周四五 七萬人出境 周四是因為重陽而已 那今天又收錄了 是吧? 就是錄的時候 又有幾十萬人上去了 那麼 塞車 又掃斧又成了 很多地方都逼爆了 那我就不明白了 新聞就這樣報導了 是吧? 重陽沒理由北上拜山的 當然有些人是需要回鄉下拜山的 但是似乎就不是那麼近了 是吧? 你一北上 你說一天半天 你要回來的 是吧? 那基本上就說拜山多數不是真的拜山啦 拜山要久一點啦 基本上是上去消費 那看那些暴徒又上去唱機啦 又上去吃東西啦 是吧? 那當然就說香港沒什麼消費 吸引到香港人啦 那既然是這樣呢 是吧? 香港賺錢深圳花 香港的商家怎樣呢? 香港的商家就紛紛的撿起啦 周街吉舖啦 如果是這樣發展下去 都沒有辦法的 其實 如果大家不做任何事呢?香港人也不做事 香港政府也不做事 是吧? 就是有它自由活動 人就是這樣啦 是吧? 我想就影響不了貴客的 貴客就依然留在香港消費的 就是我們這些大的屋苑 是吧? 那些豪宅裡面有會所的 那些地方吃東西都是貴價不飽的 但是他們當然留在這裡 這些也影響不了它 是吧? 中環很多貴價的會所都影響不了 但是一般街頭街尾的小店呢 就是這樣啦 以前我們是靠北邊的旅遊下來幫忙的 現在呢 早幾天都有 上個禮拜啦 不是早幾天啦 國慶黃金州都去 中環海旁走一下啦 我個人都見到 很多人都湧過來 走一走幾千人在那個街頭那裡 但是就不是消費的 是吧? 就來打卡啦 就這樣 即是在中環海飛行啊 看看日落啊 就打 職人又會回上去 那我就搭東鐵的 最清楚了 一到尾那幾班車就轟轟轟走完那些人 這個已經成為香港的常態啦 那我們 想啦 作為香港人 我都很關心這個香港的本地的店鋪 是吧? 都有一些消息啦 華潤 是吧? 旗下的U Co 十月連結三間了 是吧? 分店呢 高峰大跌六成 是吧? 門市就跌穿四字頭啦 其實是連鎖超市的華潤集團啦 都是這樣啦 都沒有啦 每天都看到這些這樣的新聞啦 就是一方面香港人就瘋狂上去花錢 一方面呢 上面的人就不下來 所以香港的零售啊 那個性就完全死了啦 我們當然是希望那些香港的建制那些 都想想辦法啦 張宇人那些啦 是吧? 但是問題就是 剛才講過啦 比如填北辰就是叫政府給他錢 擔保他 讓他可以捱過啦 但是擔保他 你就遮多些錢 是吧? 政府再用多些公帑 但是他始終又要收拾 這個不是解決的方法 沒有人可以提出解決的方法 我基本上我就 都信自由經濟的 是吧? 自由經濟的意思是有些情況你要幫忙 補貼 但是基本上這一類消費啊 這一類洗錢啊 遊樂的東西呢 就的確就是普通小市民 自己掌握一切的啦 我喜歡點就是我的事了 你沒得叫他點的 是吧? 但是政府是可以在政策上高配合做些事 是吧? 協助 你看看阿超好像有做事 但是呢 就不是業界想要求他做的事 業界提出什麼要求呢? 他當然也不做到啦 比如田北辰叫他擔保那些零售啊 那你除非就是收拾了淘寶而已 不是你零售始終是要淘汰就要淘汰的啦 那你沒理由決證好幫他給租的 是吧? 然後呢 整個新形態已經不同了 當然這個複雜性就是不是一年兩月 三年兩月 但是你一定要面對的啦 作為香港政府 但是究竟有些什麼要做呢? 那幾天後就是這個施政報告啦 那大家當然可以期待看看他做些什麼啦 但是過去那兩年搞什麼夜晚啦 什麼無人機也好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啊 那些全部都沒有辦法救得回香港那個本土經濟 那我覺得呢 這個政府就想著放棄的了 是吧? 那業界有沒有話說呢 我就看到啦 就是酒吧業呢 又是因為那些人上去了啦 那原來都很多 很多店舖的 酒吧界 那他希望就取消那個列酒稅啦 那等那些酒吧業又可以 那你每天看到這樣的要求 這樣的新聞呢 你都感覺是不開心的 就是正常在香港做間小店 食店 那香港人有這個消費這樣 就是基本上是需要一般日常 那為什麼都搞到不行呢? 其實我有些懷疑呢 就不僅是北上的 是逆候呢 香港的經濟本身都是不好 但是香港的經濟不好 一般人就省錢啦 那這類的香港本土好一點的消費都不會啦 那你問我 基本的飲食那些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我光顧那些 我沒有一間收拾的 基本上收拾了就馬上開回來的 而且做得住啦當然 那就是因為這些是日常需要吃飯的那些 但是一度假期就走了啦 這樣 那變成那些食肆叫苦呢 當然就是那些 貴一些的食肆啦 是吧 那這些食肆呢 照計他們是有代言人幫他們的 就是民建聯好 經民聯好 這樣 但是你看到這幫人完全影響不了政府啦 政府呢 就是李家超做事啦 那他就完全不希望呢 就是用一些政策呢 我們講了很久 例如離境 入境 你可以抽稅的 是合理的喔 我們去別的地方人家都收入境稅 為什麼呢 你入到境 要招呼你的啊 有什麼頭暈申令去醫院是要承管的啊 交通擠塞 是吧 是要管理的啊 是吧 警察都要多些啦 在街上 那麼你可以不來的嘛 為什麼不可以收這個 即日來回都好 就是要收它多少費用呢 周圍都要的啦 那就算不是啦 這樣 離境收稅就可以了吧 你既然去上去也是消費 你可能收幾十塊 幾十塊 它就已經不製的了 是吧 又或者 再派消費券 這些是主動一些的做法 是吧 你不是叫點商戶去搞一下夜繽紛 他們就可以招到客人 今天我都洗了一張券 消費券 我洗了一張消費券五十塊是電燈公司 香港電燈公司 就是電費 因為它說我消費少 用電省 所以弄了一張兩張五十塊的消費券 那我今天就用了一張 果然啊 如果你給香港的老人家消費券之類 那它要用的嘛 限它週末用 是吧 那我就沒有限 但是我舉個例子 香港政府要用這些方法的嘛 給老人家消費券 你不用給所有人了 那老人家留在香港的 他的子女會留在那裡 我要出去吃東西 用一百元消費券用它了 那它就留在香港消費了 你給它一些誘因 都是方法 但是你如果這些方法沒有效呢 就無謂做了 有效呢 國內的同志就會抗議了 是吧 那李家超就永遠是 說你阻礙大灣區融合 搞香港本土經濟 它不會為得罪人 那受苦的呢 當然就是 其實就是香港的本土商戶了 是吧 我們都說了 香港 我們本土的論述的人 都是很強調你要建立本土的認同 本土的經濟 甚至黃色經濟圈都好 它都是幫你 穩住香港的經濟 基層的經濟 那問題就是 當權的人不理了 我相信要去到一個情況 災難性了 那它就不得得面對 災難性或者失業高企 因為這些基層上去的往往 他們打工也是打基層的工 那現在就 香港很幸運啊 不知道為什麼還有很多工可以做 將來如果中小企基層的大量失業 因為那些經濟轉移了去內地 那時候就可能要逼李家超 其實就想一下怎麼樣 是吧 和州共濟和香港人一起 挽救香港的市面經濟 是吧 我們最不高興的就是看到那些 張宇人這些 是吧 拿公帑做了人民代表 是吧 但是毫無辦法也毫無建設 這個問題究竟是怎麼樣 它都似乎不知道 提不出任何意見 這個也是大家事事過時過節 之後就看到標準新聞 就是幾差幾差的經濟 看到 是吧 都是難免成為成縱的話題 但是我又說呢 長遠一點點不需要太擔憂 就是除非中國經濟繼續倒下去 而香港不倒下去 是吧 否則的話呢 就是根據的規律 其實長遠算它自然會調節 是吧 會突然通縮 那些店舖會減租 因為沒有人租 是吧 那香港的成本就低了 那些東西就便宜了 那自然香港人就留下了 這個都是自由經濟的基本ABC 是吧 但是你等到這一刻來臨的時候 就不知道有多少人會受苦 而且會不會有社會不安 當權的人 當政的人 就不應該坐在那裡等 坐在那裡等 而不去調控這些東西的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警察政府就是這樣 好了 這個話題大約都是這麼多 不要補充了